请各位再帮我把问卷调查领路 复制一个叫问卷调查刮符叫具体好了 请各位把刚刚的动作做出一件完成的具体 有两个具体 一个具体是什么 问卷调查具体 一个具体是清涂具体 所以以后的话 假如说你做完之后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 再把前面所学的东西结合进来 那问卷调查的具体 其实也相当简单 你要录制的话 动作我是建议一样要彩排 反正你彩 程式不会写没关系 反正至少你会录制 不然的话说真的 假如说这件事情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那你如果每天都做一次 而且甚至你对那个VILA还是不熟 然后你定义名称也不会 INDRESS也不会的话 那糟糕了 你光要做这件事情 就很容易做一整天都做不完 可是如果你会用我们讲的这些方法 结合在一起 简直太轻松了 就把它按个按键 然后重新资料调过来之后 按个问卷调查就有了 甚至后面的话 老板跟你要一些报表 你属你的分析表 也可以写成VBA 按一下报表就全部跑出来了 OK那就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每天 实际上事情都做完了 就等老板再召唤你 老板要什么 马上给他 他当然会觉得说 你的效率其实还蛮好的 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完成刚刚讲的一件完成动作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当然请你把刚刚的这个问卷调查复制 复制的话是拖拉加Ctrl 再复制一个 然后把它改名称叫聚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录制两个 那怎么录制呢 我们前面因为我做过 所以我大概比较重点提示一下 一把开发人员打开来 二的话呢 选择什么 录制聚集 OK 不过录制聚集之前 请你先做彩排一下 那彩排的话呢 可能还是要确定你那个步骤 总共的话 其实步骤不多 但是一个动作都尽量不要做错 那我有把那个步骤 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战页 所以总共会有一二三四四个步骤 清楚的话也是四个步骤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演练一遍 把它录下 OK 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聚集名称叫这个 问卷调查聚集 所以录制的话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把它盖过去 重新录制一下 那待会呢 我是建议你先彩排 一游标 步骤记得 一游标放在B2 所以记得第一个动作请你 先不要把游标放B2 先放B2以外的地方 因为要录下这一行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公式上面打勾就可以 所以记得 原来的公式不要删掉 你想说 有同学问 老师是不是要先把公式删掉 如果你删掉的话 那完蛋了 你公式要重打一遍 那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 很麻烦啦 你公式还要在 所以我的习惯是 公式不要删 反正你就保持像刚刚状态这样 很多就是说因为蓝宽 有没有 你会发现本来蓝宽好像 本来的蓝宽很宽 有没有 就跑到那边去了 所以我刚刚就做一件事情 把那个蓝宽 有没有 全部都缩小一点 你不然看不到隔壁 每次要拉一拉去 所以我把B蓝到O蓝悬起来 然后呢 全部把它拉 拉大概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 拉过来一点点 就可以看到那个到O蓝的地方 好 所以呢 我们EO要放B2 B2的话呢 在上面点一下打勾 有没有 打勾嘛 输入 然后再来就是向右填满 再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四个动作 向右是这样 向右填满 拉到O蓝就可以了 好 O蓝放开 然后向下填满记得 不要往下拉 记得在空点上快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那录完之后的话 这样就等于四个动作 你不要做错应该就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所以录制聚期嘛 那名称填上去 叫问卷调查聚期 然后把刚刚的步骤做过了 假设了 我已经做完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录下来的东西 会在模组里面可以看到 然后呢 它基本上上面应该是 不会有那个 那个注解 那注解的话 是我自己打上去的 所以一一 游标放在B2 对吧 然后呢 输入公式 然后向右填满 因为我们刚刚向右填满 然后再向下填满 就是会把 这些程式产生 那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顺便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录下来的聚集 里面 其实聚集就VBA啦 帮你写哪些东西 甚至写完之后 想想看 像我的习惯 我会把这个录下来的聚集 看能不能再把它精简一下 因为如果精简一下 比如可能写出来的程式有 一 大概六行吧 如果可以再缩减一下 或者是可以让它写的 更人性化一点点 那会不会更好 那可不可以改 可以 那怎么改 我们待会再来看 另外的话 清除也是一样 清除的话就是什么 游标放在B2 然后如果它全部清除的话 建议各位可以寄那个快速键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游标放B2 Ctrl Shift向右 下来Ctrl Shift 一按住 按向下 这个快速键蛮重要 因为其实常常要选资料 所以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可能你要选很久 而且容易选错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然后按Delete 这样就OK了 那你把它录下来之后 那最后在旁边增加两个按钮 那我们可以做完之后 再演练看看 按下去 OK 没问题 有了 然后再按清楚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不过录下来之后 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 录下来具体请你自己在上面加上注解 然后你可以参考云端上面我的注解的位置 我是建议顺便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不过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看完之后我发现 这个有些程式好像我看不太懂 那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其实跟各位讲是可以的 哪些地方可以再做修改呢 其实你会发现呢 这个叫B2 Range B2指的是储存格 A1 那点slate是游标放上去 那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有点像滑鼠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底下有一个 有一个叫active sale sale你可能有看过 但是前面加active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嘛 其实就是你游标放上去之后 会产生一个正在被活动的储存格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你用滑鼠去点选 所造成的程式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要改程式的话 跟各位讲 其实你如果要自己写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点slate 跟active什么 sale 把它选起来 delete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刚刚的那两行 有没有 其实可以把它改成一行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 我ctrl自己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为什么会录聚集是这样 因为你滑鼠点 可是实际上我们run的时候 指的是那个储存格 所以意思就是那个储存格输入公式 那不就什么 range 选取b2 点formular 点formular就公式 OK 公式输入什么公式 后面的话有个关键字 叫r1c1 什么叫r1c1 我跟各位讲一下 r指的是列 c指的是蓝 那1的话指的是什么 第一列 第一蓝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将来的蓝跟列的基本位置 就是从 a1开始当成是 它的参考坐标 所以你会发现 后面这边会有个什么rc 有没有 或者是r1c级 有没有 那指的就是说 距离那个参考的蓝跟列 到底有几蓝几列的意思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像这种参考的方式 我光看 我们光看我们就觉得很累 但是对于电脑来说 电脑比较习惯用这种参考方式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 我如果将来呢 我要写公式的话 我就会把这边改成什么 我们习惯的方法 什么方法 是不要用r1c1 可以把它改成标准的 我们看得懂的 那怎么改 我想请各位先录制好了 那后面 做完之后试试看好了 所以我这边 刚刚只有改 改那个什么 点select 然后active sale 把它delete掉 它会有影响 看一下 这个好像会出错 哪个地方出错 游标放这边 selection出错 为什么selection出错 因为呢 刚刚是不是有个select的动作 那我把它删掉了 所以那个select select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所以其实这边很简单 你只要把selection 改成range b2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range b2填满 有没有 所以从这边填满 如果我改了 selection改成range b2 会不会正确 那一样我把它按R5-8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这一行就过了 所以刚刚有select的动作 参加selection 但是如果你把select拿掉的话 以后的话就用除尘格当成是 你要填满的对象 当然如果你暂时不改 没关系 先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如何把一些修改剧集 我觉得有一些细节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以后的话 如果你录下一些程式 你就可以稍微变动一下 那可以让你的那个 就是程式 让它乱得更顺畅一些些 而且更精简